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买了30块钱的大虾 来分享一个特别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首先把虾线扯出来 我一般都是从第三段用牙签轻轻挑出来就可以了 全部弄好后在里面加入料酒 使用盐 再来一些胡椒粉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趁着腌制的时间切一些姜片 蒜片 还可以配一些自己喜爱吃的食材 我这里添加了一些蘑菇 切成小块 再切一些青红椒 最后切一些葱段 碗里面加入一勺普林黄豆酱 三勺生抽 再加一些淀粉 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砂锅预热后 在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姜片蒜片 蘑菇 放进去 小火煸炒 炒出香味后 蘑菇变软 再放上腌制好的鲜虾 码上去 这里一斤多 全部码上去 码了三层 再把青红椒放在表面 料汁淋进去 开中火 盖上盖子 焖3-5分钟 这样我们的砂锅焖虾就做好了 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而且非常的好吃 撒上葱段 再加一些香菜叶 就可以食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鲜虾 也比水煮的好吃 也比油炸的健康 而且虾肉非常的紧实 喜欢的话呢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尤其是这个焖出来的汤汁 非常鲜美 蘑菇也非常的入味 用来泡饭 泡面 非常的好吃 先不跟大家说了 我要开吃了 下期再见哦